说句实在话 这相关部门啊 这老百姓还真不怎么地 你比如说广州 最近调什么调水价吧 是调水价吧 广州是吧 找了这个17个居民代表 然后这个17个居民代表 都坚决支持调水价 说这个水价太低了 这不利于决约 早就应该调了 他妈的你们干嘛呢 你为什么不早调呢 就是这种啊 我就觉得你们还太不要脸了 真的 你们偷偷的 把水表调快了 偷老百姓的钱 你就干了就干了 你说你想调水价 你也不用跟老百姓商量 你就调就完了 水价虽然一吨调不了几个钱 他架不住全中国老百姓都用水啊 都用电呢 都用气啊 对吧 你们在这上面动手脚 包括那个加油站 还没加油呢 那字就开始走 什么样的鬼事都有 一家 每天 你弄个几块钱 加起来就是个大数 干了就算了 就别再生长了 你知道吗 然后居然还说 17个老百姓 就是强烈要求这个水涨价 我当时看的时候 发了个朋友圈 我就 呃 是发了个朋友圈 还是在一个朋友发的这点留言呢 我说这就是把人摁在地上强奸 真的 你恶心了人家 还不许人家说个不字 这17个市民傻逼啊 啊 这17个市民 他总有一个反对的吧 啊 17个脑袋都希望水涨价 我说广州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人节地灵啊 就是我觉得 你这就是侮辱老百姓的智商 然后那个 百出的架势就是 我就侮辱你了 你能怎么定 我就侮辱你了 我就侮辱你 我还侮辱你 你能怎么定 这不是我在这个网上 就看到侮辱我的了 啊 这是我在百度新闻上看到的 这条看 啊 崔永元为什么被封禁 这是一条啊 然后我也得看看 我为什么被封禁啊 开宗名义说 崔永元没有被所谓的封禁 只是最近没有出现在大众媒体中 应该是在做一些幕后的工作 他说我没被封禁 然后紧接着 哎 又来了一条 这条叫揭秘 崔永元被封禁背后的真相 惊是一场闹剧 啊 这是我在网上看见的 大概是我在网上说了 我被封禁了 呃这个有关方面 或者有关部门吧 就布置吧 就布置有人要发这样的消息 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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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圈元没被没被封禁 而且说他的这个什么 微博啊什么的都一直在更新啊 只不过出现的少了 大家以为被封禁了 你们就是把我封禁了 而且不是封禁一天两天 五年了 封禁五年了 当时你们有关部门跟我谈的时候啊 是让我配合这个中央调查组调查工作 那么调查完了以后 这个事了结了以后 我就该干什么干什么 后来这个事调查完了 了结了啊 两个人 看见 蹲监狱了 我接着在学校做我的大学教授 就相当于没受了 结果我发现 我连北京都出不了 后来北京都出了啊 我发现不能去外地 后来可以去外地了 发现不能出国 哪怕是出国看病都不行 呃 今年哥伦比亚大学 邀请我去耶鲁大学 做一个这个口述历史的这个访问 同时哥伦比亚大学 邀请我去做口述历史的访问学者 都去不了 我在日本做干细胞治疗 要连续五次 做了一次 剩下四次到现在都做不了 出不了境 不让出境 呃 不光这个啊 我在所有媒体上 比如说什么 微博啊 头条啊 抖音啊 小红书啊 什么的 所有我用崔永元 用我这张脸 发所有的东西都发不出去 全都发不出去 我在新浪上 微博一更新 他就说 你的这个账号已被封闭 五年了 五年 一个人有多少五年啊 啊 抛去他不懂事的时候 抛去他老年痴呆的时候 一个人年轻力壮 有思想的时候 有多少个五年啊 你们就这样 把一个人的五年 他的所有的权利 生生的剥夺了 你们还不够 你们还要撒谷说 没封闭 还要告诉大众说 他很正常 还可以更新 他的这个微博 能更新 为什么不更新呢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大家都在抖音号上 卖东西挣钱 我可以为 好的食品 好的商品代言呢 我为什么不做呀 我为什么让自己的生活质量 往下降啊 我为什么不做呀 就是你们不让啊 这跟你们他妈的 把广州市民 NP强奸 有什么区别啊 啊 就是说 我不让你出来 我不让你说话 这个事还不能真正的 让别人知道 甚至你自己还不能说 你们真好意思 真的 我的父母都是党员 我从小受的教育 是非常正规的教育 我在部队里面长大 我也受过 高等学校的训练 我熟读历史 对吧 有很多事情 我觉得不对劲 对吧 比如现在出任何事 你不许说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不好 不许说个不对 嗯 我们下期再见